大家好 为什么你挑出来的白菜饺子馅会出水呢 那是因为关键步骤没掌握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挑白菜饺子馅的正确做法 按照这个方法挑出来的白菜饺子馅 保证不出水 营养不流失 好吃为美 喜欢吃饺子的朋友一定收藏起来试试 做法简单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把这一颗白菜 一分为二 切掉的白菜帮也不要扔掉呀 我们可以用来炒醋溜白菜帮吃 把白菜的叶子一片一片的取下来 取下来之后然后把它放到流动的水下面冲洗个两三遍 全部洗干净控干水分 白放整漆 改刀把它切成细丝 最后把它切碎 切碎之后 放在大碗中 往里面放入适量的香油 很多朋友在调白菜馅的时候 都是直接用盐杀出白菜中的水分 其实这一步就错了 那样白菜中的营养全部都流失了 放入香油这样不但锁住白菜中的水分 而且营养一点都不流失 吃起来的口感鲜嫩入味 泡拌均匀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块猪前腿肉 这块肉是肥肉向煎的猪肉 用来包饺子 非常的香 现在把猪皮去掉 再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再把它剁碎 今天呀我们选择自己手工做饺子馅 我们自己做出来的饺子馅 自己的口感非常的好 确实比嚼肉鸡嚼出来的口感要好吃 如果家里人口少的我们就自己选择饺子馅 自己剁的干净卫生 我们自己剁的饺子馅也比较省势 三下五出二的时间 把肉馅做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剁好之后 放入大碗中 接下来碗中准备些花饺 葱姜丝 倒入适量的清水 下手抓一抓 抓出葱姜花饺水 我们挑饺子馅的时候 放入葱姜花饺水 不但去腥 而且挑出来的饺子馅非常的好吃 把抓出的葱姜水过滤出来 分三次把它倒在肉馅里 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一直把汁水完全吸收到肉馅里面 这样调出来的肉馅都不腥不柴了 一直把它搅到筷子有阻力的时候 在第二次倒入葱姜花饺水 继续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我们在搅肉馅的时候 千万不要这搅几下那搅几下 一直要顺时的往一个方向搅拌 这样搅出来的肉馅上进比较好吃 第二次汁水全部吸收到肉馅里面 在第三次加入葱姜汁水 再次把它搅打上进 第三次汁水全部都吸收到肉馅里 大家看一下这个肉馅 油光细腻 用筷子挑起来 像拉丝的一样 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肉馅调到非常的有弹性 这样就说明肉馅搅上进了 看一下我们的白菜一点都不出水 现在把它倒在肉馅中 用筷子先把它搅拌均匀 开始来调味 根据个人的口味放入鸡精适量 蚝油适量 胡椒粉适量 一品鲜酱油适量 小墨香油适量 充分的把这些食材炒拌均匀 我们调白菜饺子馅的时候 记住要三步放 第一不要放入料酒 放入料酒的话 吃起来会有一股怪怪的味道 第二不要放入白糖 我们用白菜调出来的馅已经很鲜了 三是不要放入十三香 放入十三香的话 会遮住白菜和猪肉的味道 搅拌均匀之后 最后往里面放入十种盐适量 再打入一个母鸡蛋 最后放入十种盐 再也不用担心白菜会出水了 放入鸡蛋 这样调出来的肉馅 吃起来更加的嫩滑 再次搅拌均匀 放入我们切好的葱花 放入热油 把葱上香味激发出来 把它炒拌均匀 哇这样调的肉馅太香了 一道橡皮拼的白菜饺子馅就挑好了 白菜一点都不出水 挑出来的饺子馅比较鲜嫩入味 不腥不柴 每次这样调馅包饺子 让我不爱吃饺子的老公都能吃上两大碗 从此爱上吃饺子 自己做的干净又卫生 经济又实惠 做法简单 好了今天为大家分享挑白菜饺子馅的方法你学会了吗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点赞收藏转发支持一下 你的每一个点赞留言转发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 好 好 好